乌克兰媒体消息 乌军占领库尔斯克州1250平方公里的土地 并且控制了92个定居点 但是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进攻 并没有缓解顿涅茨克方向的压力 俄军在顿涅茨克方向不断地加大进攻力度 向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不断推进 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继续推进 在塞姆河上第三座也是最后一座桥梁被毁后 乌方表示 大约有2500名俄罗斯军队士兵可能被包围 但俄军在近日里 也在顿涅茨克方向不断向前推进 乌方确认 纽约等定居点已被俄军占领 乌克兰副总理维列修克 呼吁平民从波克罗斯克米尔诺格勒撤离 当地局势极为紧张 这些城镇每天都不断遭到抛袭 俄军正在逼近这些城市 当地政府表示 波克罗斯克的居民最多有两周的时间撤离 现在每天约有500到600军民离开该市 本周开始 波克罗斯克当地将强制疏散而停 俄军除加大了顿尼斯克方向的进攻力度以外 也加大了对乌克兰全境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力度 尤其是与库尔斯克接壤的苏梅州 遭到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 临近边境的地区 俄军的炮袭几乎不间断 每天都有平民受到伤害 凤狂卫视特约记者李向 基辅报道